现在看到美国波音公司的24号发布报告称 公司今年第二季度亏损29亿美元 约合200亿元人民币 创有史以来的最高纪录 此外波音公司还表示 如果付飞继续遭推迟 波音737 MAX系列飞机可能将会停产 受此影响 当天波音股价应声下跌 波音发布的报告显示 公司第二季度每股亏损5.82美元 收入大幅下滑至158亿美元 二季度亏损29亿美元 这主要是由于737 MAX系列飞机 全球停飞带来的损失 29亿美元 这是波音公司历史上 金额最大的单季度亏损 2009年金融危机期间 波音曾遭遇了单季度16亿美元的亏损 报告还显示 与去年同期相比 波音第二季度向客户交付的飞机数量 减少了104架 737 MAX系列飞机已经停止交付 因近年发生两起致命空难 波音737 MAX系列飞机全球停飞 今年4月 波音公司将这一系列飞机的产量 削减了20% 降为每月42架 波音董事长总裁兼首席执行官 丹尼斯·米伦伯格24号说 如果737 MAX能够在今年第四季度出付飞 其2020年的产量可能会上升到每月57架 但是如果这一系列飞机的付飞时间继续推迟 公司可能将进一步削减其产量 甚至是暂停这一系列飞机的生产 而受波音公司第二季度巨额亏损和 737 MAX系列飞机可能将停产消息的影响 24号 美股开盘后不久 波音的股价便一路下跌 最终收于361.4美元下跌3.1%